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的啊 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这么伟大的爱情吗 绝对不可能 因为如果你要真正爱一个人 你想去战友吗 他为什么今天要来呢 我觉得是五个字 资深高端黑 他刚才说的话我觉得特别的清晰 说为什么我跟他会分开 因为那个女的比我更有钱 而我的钱基本上已经花到位了 被榨干了 所以说今天与其说他是来告白 祝福和成全的 不如说是来给他们下一个魔咒 看着吧 你不是比我有钱吗 早晚有一天 这个男人会攀上一个比你更有钱的金凤凰 我等着那一天 那个女人才是你的终结者 你的意思是说他今天来不是告白 是来诅咒 看我就是你的将来 对 而且将会有一个更加有钱的女人 成为这个男人的下一战天后 她是 对 这一天 这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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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谁的谁谁谁 来 请 请自我介绍刚来的姑娘 大家好 是灵灵 哪个灵灵 我是在追阿宇的一个女生 你刚才说是说现在追她的女生是一位白妇女是吗 是 你妇吗 就能要的爸爸妈妈都能给吧 但那都是爸爸妈妈的钱啊 如果追刚毕业的我来说的话 我可能一无所有吧 挺新鲜 你喜欢小宇什么呀 我觉得她挺帅的啊 然后听我梦想的一个男生 然后就被她吸引了 然后就喜欢上 你认识她吗 不认识 您见过吗 没见过 今天你长得挺漂亮的 跟我男朋友肯定很般配吧 我 只知道阿宇有姐姐 真的吗 你看 姐姐 不知道她有什么女朋友 只知道她有个姐姐 所以我觉得不太可能 怎么能不知道 没有人说 没有人到 当然 我有什么必要骗你呢 阿宇 嘴里说的这个姐姐是她什么样的姐姐 就是普通的姐姐啊 我也没有多问她 就没什么了 什么那太单纯了 什么都不知道 因为我喜欢她 就是单纯的喜欢她 那我干嘛去了解她家底什么的 你不认识她啊 我正式介绍一下 这就是小宇的女朋友 我挺意外的 你有没有有一种被骗的感觉 可能她有什么难言之隐吧 我觉得她是个很好的人 她应该不会骗我 其实我觉得你们虽然不曾相识 但应该相望你们相互很久的来 面对面站 看看彼此 好好审视一下 她这么长挺漂亮的 的确是口中的 她怎么样 挺好的 挺好的 如果按照生活当中的规律来说 你们应该可以做好姐妹 不敢 那么紧 她今天来到我们的舞台 非常郑重的跟我们所有人说 她再也帮不了自己的男朋友小宇 因为她已经帮了她四年 供她读书 她现在帮不了她 而且她知道现在有一位 漂亮且富有的女孩在追小宇 所以她觉得在自己无能为力 帮她的情况下 想把自己的男朋友 托付给那位想追她的女生 想成人之美 四年的感情 阿宇是什么样的人 我也应该算清楚吧 可能也不是因为我的介入 我觉得她们感情可能早就没了吧 你又知道 你又什么都知道 其实这个的话 我个人认为她这么说 应该不是这么想的 她这样做 就是完全在逼我 就是逼我做出选择 是继续留在她身边 还是彻底的放弃 追我的男朋友 但你迟早要做出选择呀 对 所以我今天来到这里 小宇你这么高高大大的一个男生 为什么让这么一个弱女子 攻你读大学呢 我就是一个大学老师 我那边有很多贫困大学生 就凭着自己打零工 就都不去领贫困补助 人家就攻自己读完四年大学 还能给老家寄钱 咱即便不做这么模范的人吧 养活自己总不是什么难事吧 我现在发现一点是什么呢 在她身上有一种 性情叫什么呢 叫惰性 你叫懒 她这是从她骨子里带出来的 她一号别人一号惯了 我绝对不是一个懒的人 我有自己的上进心 而且我也平时空闲的时候 我也会去不停的去打工 去兼职 但是我觉得大学这几年 不能光靠打工去浪费 我还有要学的东西 我有我自己的理想 我必须有个理想 去学习去积累经验 我不是那种吃饼 软饭咋样 所以作为一个男人 推星赤富 我承认你很帅 一个跟自己相处了四年相濡以沫 对你有情有益的女友 另外一个是富有美丽 却对你非常热烈的追求者 就这么两个完全不同的女孩 你到底更偏向于谁 你喜欢谁 其实刚开始和小慧交往 确实感觉都特别好 但是一年前 灵灵出现 确实是动心了 因为她条件好 如果她比小慧还穷 你会爱她吗 会吗 会吗 可能不会吧 他的问题就这么强 我就要靠别人上位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我觉得现在大家应该都知道 想自己创业应该是非常难的 需要一定的资金 是我可以自己奋斗 但是有捷径 相信大家 我为什么不会选那个捷径 我为什么不选那个捷径 你可以用自己的灵魂 交换自己的前程 但是如果你是单身 你可以这样做 那是你选择的方式 虽然这种方式 我们认为很不止 你选择了财富就选择了财富 就别去想爱情 选择了爱情 就别想去选财富 用自己双手就奋 但问题是 你是有女友的呀 当初她单身的时候 她做了选择 就是一个在打工的小慧 那个时候可以给她提供 资金上的支持 现在小慧提供的这些 她看来已经太少了 那么她已经遇到 能提供更多的人了 所以她准备马上跳槽 小慧她要的应该不是钱 她要的是一个机会 可能她交进好 靠她的父母的那个平台 她需要一个更高的一个平台 要一个机会 但是这个社会 如果说拿自己的人格 来做那个交换的话 我你可不要 我要去干嘛 她不见得说 选择一个条件好家庭 比较优渥的人呢 就是想要走捷径 有的时候呢 只是想要 让自己不要增加负担 她想做事情 想达到目的 不择手段 去交易的话 她在事业上也不会成功 这是人品问题 人格问题 不是手段问题 所以她在未来的日子里 是得到多助 失道 寡助 没有人会愿意 跟她成为合作伙伴 很显然 她对于金钱 比爱情更看重 请问两位女生 是不是觉得金钱 更加了解小语了一点 请问你 听了她的这句话 最后感受 我一直以为她是一个 有梦想的男生 可能看 请问她